今天是我們在京都的第二天 那今天我們所要去的主要景點是藍山 我們先搭乘京都捷運到四條大宮之後 再轉藍店 到藍店藍山站 那麼藍店正式名稱是京福電器鐵道 藍山本線跟北岩線 兩條路線全長11公里 電車行駛在京都時間已經有150以上歷史 如果你是在這個做到比賽的話 你可以在出戰的時候 他會給你去開門的愛西卡 我們現在要去長崎光寺 那因為中間應該會經過竹林 所以我們會先經過這個竹林的鄉境 這裡有很多啦啦熊 好可愛 這個啦啦熊商店呢 其實到後面這邊還有這個讓你拍照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竹林 然後他連這邊 可以看 連這個小屍雕都是啦啦熊 好可愛 參拜啦啦熊 哇 這裡還有這個啦啦熊的餐點 這看起來太好吃了 好 我們現在走到這邊 其實這邊有非常多景點 那我們要去的是長崎光寺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長崎光寺 那他現在是長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他的紅葉真的是無敵漂亮 他說現在是紅葉 紅葉最盛起 然後這邊 我告訴你哪裡可以拍這個 那入院的話 一般大人是500元 小朋友是200元 我們現在要先買跳進去 裡面真的好漂亮 好 這裡基本上是寸步難行 因為人很多 然後這個景啊真的是超美的 到處全部都很漂亮 這邊有這個堂內特別餐 餐飯的話 這個是入場開始無法宴 不然這個寺院還在秋天來 秋天好漂亮 真的 長崎光寺新建宇是六世紀末 坐落在新都西側地區的小藏山上邊 是一座屬於日蓮中的寺院 好 我們現在已經爬到這個赤糕田 那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京都的市區 我們現在已經爬到這個 然後我們現在要讓它先去吃午餐 那現在這邊它有蠻多植物櫃可以讓你放東西 這邊應該要脫鞋子 這邊賣了非常多的戶外用品 如果你是一個露營愛好者 這邊應該是天堂 它東西都不便宜就是 不過它的東西質感是真的很好 這個卡士爐要這個12000日圓 還有各式各樣的這個瓦斯爐 可以煮咖啡的 我會把我推薦一個很棒的一個 露營愛好者的頻道 在連結上面 可以點進去看 看賣了很多這種杯子 那杯子都吃了 你看這個是太金屬 然後是日本做的 我們現在到了米飛兔 這裡太多可怕的東西了 我想我們又要買東西了 店裡真的太可愛了 完全沒辦法抵倒 米飛兔穿河圖 大隻的米飛兔在河河圖 對阿光是要吃米飛兔的料理 這樣 人排的人 但是它裡面的東西看起來好好吃喔 那福田美術館呢 跟它這個對面的這一個 MUNI Kyoto 是同一個建築師做的 然後這個MUNI Kyoto 是非常貴的一個旅館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大概一個晚上應該要一千美金左右 因為福田美術館內 沒辦法錄影跟拍照 但是因為館內餐廳 是一個相當值得去小氣 吃東西看風景的地方 只是因為我們到的時候 已經接近閉館的時間 所以在取得餐廳的許可之後 就拍攝了影片跟照片給大家 作為參考的景點 如果說到水晉的想風拍照景點 大概最副盛名的就是 琉璃光源跟幼寨庭 但是因為琉璃光源距離比較遠一點 可能到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後選擇了幼寨庭 那庭內不能錄影 只能拍照 所以我們就把在這邊拍的照片 分享給大家 再評伽一下 再評估一下 這東西 再評估一下